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新陈代谢 那究竟什么是新陈代谢呢? 新陈代谢我们说它是维持生命的化学反应 这听起来有点笼统 但是只要是在你身体里面发生的所有化学反应 都属于这种新陈代谢 例如像是你合成你的头发 或者你呼吸你分解你身体没养分等等 这种都算是哦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仔细一点点去看 这个新陈代谢会发现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合成反应 也就是我们讲的同化作用 第二种呢就是分解反应 也就是异化作用 化学反应可以合成跟分解吧对不对? 好!那合成反应大家可能有点不太懂 那什么是合成呢?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光合作用 身体快点行!光合作用吧! 哦!用吃的比较快啦! 对!真的用吃的比较快 光合作用呢也就是植物啊 把它透过这个光合作用 它去合成一些它身体里面的一些养分 例如像是它所需要蔬汤 或者之后它所用这种储存来淀粉 这些它所需要养分 都是透过光合作用来去把它合成出来的哦 那分解作用呢? 那大家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呼吸作用呢?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好!呼吸不会痛可是它真的发生在你身上所有角落 我们讲的呼吸作用 其实不是指你呼这个呼吸作用 而是指你在身体里面所发生的一些氧化的反应 例如像是呢 我们身体里面去分解我们的ATP产生能量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肌肉在产生能量的时候 我们就分解一些东西 氧化作用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的呼吸作用哦 它就是一种分解反应嘛 去分解一些东西可能会产生能量 好!那如果这个你懂了的话 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部分咯 你还没什么不会的 你就赶快点进去看吧!